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爱生活 俗话说人有三集 平时我们出门在外最担心的就是找不到厕所了 不过现在大街小巷都修建了公厕 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还有种情况就是 有人长时间霸占厕所不出来 即使是外面很多人在排队 他们也不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有人发明了一款特别的厕所 在使用这种厕所的时候 一旦超过十分钟的时间 厕所的墙壁就会慢慢的变成透明的 里面的人就会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设计者的想法是 厕所变透明了人就丧失了隐私 人们估计这一点自然就不会磨磨蹭蹭的不肯出来了 这样子对于公共设施的利用率也能够提到最高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于这样的设计是不满意的 毕竟上厕所要多久谁也说不准 要是有人真的是肚子痛 上厕所超过了十分钟 他们也不是故意占用的 这样子就要受到曝光的待遇 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不过对于一些喜欢上厕所玩手机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噩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